中国移动0941-2023年中期业续表现优于市场预期 兼且上半年云业务表现出众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之下 相信中央的业务收益前景能见度较高 因集团除享有规模及行业优势之外 其收入结构持续改善 数据信息通讯技术业务收入增长前景量例 更享有5G发展的领先地位 预计数字化转型将继续成为中移收入增长主要动力 在预估期每股末期息增幅提速至预14%的前提下 预估股息率预7.5% 截至2023年6月末的中期业绩 中移收入录得5307亿元人民币 下同按年升6.8% 净利761.73亿元 按年增长8.4% 每股净利为3.56元 派中期息每股2.42港元 较2022年中期派息2.2港元增加10.5% 中期派息比率为62.5% 管理层维持将今年全年派息比率提升70%以上的承诺 根据网绩 中移动派息能力的能见度颇高 令息率的估算较为可靠 中移的基础移动通讯业务收益表现稳定 上半年每月每户平均收入 ARPU 值按年增长0.2%达52.4元 如以CHBN 个人市场 家庭市场 正企市场和新兴市场 细分看 个人市场上升1%至2594亿元 占通讯收入比重57% 正企市场收入上升15%至1044亿元 家庭市场收入升9%至649亿元 新兴市场 增长18%至235亿元 集团近年决意加快推进5G全文化 加快推动业务创新向 连接加算力加能力 融合转变 中而视为 第二曲线的数位化转型收入上半年 呈高增长 成为整体收入增长引擎 数字化转型期间收入增长 19.6%至1326亿元 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29.3% 而数位化转型收入的增加 对主营收入增量贡献 已达到84.1% 值得注意的是 中而云业务上半年收入增长 80.5%至422亿元 在三大中资电讯商中表现最出色 中电讯同期收入增63% 而联通增36% 另一重点为 中而的资本投入高峰期已过 预计今年全年资本开支为 1832亿元 略低于2022年度约1% 由此推断 预计现金流保持充裕 上半年期自由现金流达791亿元 按年增长43.3% 相信这方面为集团对派息比率提升承诺的最扎实基础之一 综合市场近期对中移动于2023年度每股盈利预估值 介乎6.12至6.48元不等 平均值为6.36元 约以集团70%的派息比率承诺计 每股股息约4.45元 即4.8港元 以股价每股62元计 预估股息率为7.7%左右 建议代调整吸纳12个月目标价73港元